大家好,我叫田春雨,然后是一个理科生,本科是学习数学,研究生学的是生物信息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待任了八年的产品经理,但是这八年的工作经历也让我觉得一直加班的这种生活节奏可能让我失去了很多看世界的机会,所以今天我希望能有个机会从头开始找一份文化艺术相关的,可以让我有一些时间平衡一下工作和生活。 又富有激情的一份工作,谢谢大家。 谢谢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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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可以啊。 你说说你的家庭呗。 我可苦情了,我七岁就丧父。 然后,这也笑吗? 你们有没有。 不,人家说七岁丧父没有用你这种表情说的。 七岁父亲走了。 对,就因病去世了,一直是我妈妈自己拉扯我长大。 然后从小家庭情况怎么样? 挺困难的。 我父亲去世之后,我妈妈就下岗了,然后也没有生活来源,然后之前父亲治病也花掉了一部分积蓄,就基本上就没有钱了。 最苦的时候,就我妈妈到菜市场去捡菜叶子的人来做菜给我们吃。 所以其实环境还挺艰苦。 对,对,对。 母亲没有选择再婚吗? 她现在再婚了。 现在还幸福吗? 挺幸福的。 你怎么不接婚? 我找不着。 你上过另外一个带飞的节目。 是,是,是。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压力特别大的那种状况。 然后我这个工作也比较忙,没有时间去在外面怎么相亲之类的。 我就想到了一个特别高效的方法,就是上电视节目。 那一次呢,看了好多好多的男人。 她是。 怎么知道,你留了多少期啊? 我待了六期,我基本上看那个靠谱的就是都留灯了。 她不知道为什么她们都没选我。 是因为你跟其他的女生比起来,这个外表上比不上别人还是怎么着? 我那时候有马甲线的。 有马甲线吗? 你说脸。 脸很差吗? 我也没说。 我没有说你差,我是说你跟别人比。 为什么老是。 那我只看男的了,我没注意他们。 你都不注意一下你的竞争对手的吗? 那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就是两人看着两人。 就这么说吧,你在连圆圆面前你有自信没有? 有。 我吗? 好好好,很自信,很自信。 然后你坚持了六期是吗? 对对对对。 都没找着。 没找着。 你总结了一下原因是什么? 总结原因可能是我那个要求太高了。 你的要求说来听听。 是个男人就行。 不是,真的,真的。 真实的男人就行。 对,我基本上。 或者是这样的行不行? 有点瘦。 你看有有交易。 还是不行嘛。 我们正28点的时候,谈过没有? 就没谈过啊。 有过几次牵手成功的经历。 但是后来就不可能比较忙,然后平时约有吃饭约不去。 好,说说你有多忙。 你原来的工作在哪干? 京东商城。 京东干过。 我这上面可能阿里也干过。 对对对。 这两家比较好的企业,你为什么不留下来? 加班太多了。 哪个加班多? 京东。 京东加班多。 对对。 就是基本上晚上回家就只能洗洗睡,早上都没有时间洗。 大概几点钟? 晚上一般到家就能11点吧。 如果没有事了。 每天都这样? 对。 你是干什么职位? 产品经理。 是不是再往上升一点就不用加班了? 我就是看到再往上升,我的领导和他们的那种工作状态。 比如我领导是有孩子的,他每天9点10点的时候要跟孩子视频。 因为他如果要等下班的时候再见到自己的孩子,还是早就睡了。 所以他只能在公司跟孩子视频。 那阿里工作的怎么样? 阿里工作它比较弹性。 阿里是什么职位呢? 也是产品经理。 也是产品经理。 一直都是很专注。 为什么也没留下来呢? 阿里那个时候因为是在杭州。 在杭州本来就觉得那个风景如画特别好的一个城市。 但对于我来说就是比较凄凉。 尤其南方人他们结婚特别早。 就每天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讨论这孩子怎么参加什么辅导班。 风景如画怎么不好了? 风景如画我没有孩子跟他们谈,我觉得特别孤独。 也就是说在阿里也很忙。 也很忙。 也没时间谈恋爱。 没有。 没有时间成家。 没有。 这个IT行业有很多男的都单身。 这么多年很多也条件挺不错。 没人追求你啊? 没有。 虽然单身多,但他们基本上就比我小特别多。 不能接受比你小是吗? 不是不是,是他们不接受我吗? 这个另一半的这个问题不能妥协。 因为我这一生陪我度过最久的那个人,就那么一个人。 而且我是一个相信爱情的人。 就是我的梦想,我之前不敢说,我的梦想就是嫁给爱情。 你要求薪资多少? 8K以上。 你上一份工作在京东和阿里你是多少钱一个月? 22K。 那你现在讲这么多啊? 我对屋子生活要求不高。 有地域限制吗? 希望能在北京。 应聘什么职位? 没有,考虑特别清楚。 不是,你是来找工作的吗? 是,是,是。 你职位是什么你没想清楚? 我想的职位的种类太多了。 第一职位? 活动执行。 你干过活动执行吗? 你不一直干产品经理? 是,但是那个比如在公司的年会,还有之前那个学校里的一直都是组织各种活动。 为什么不太延续下去呢? 你的优势干了这么多年? 我的优势主要一个是就是能够静下心来。 你能静下心来。 真的可以,真的可以。 我可以写那个几万字的文档,没有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解决问题呢? 因为产品经理他不是一个特别指向性的那个工作, 他其实就是一个补位的工作。 我可不可以理解其实你也有很近的一面。 当然了。 接下来我们静下来。 好的。 产品经理还干不干? 不干了。 那我们来这个从他身上提取出一个问题。 虽然他还没到中年啊,但也算是职业高龄。 职业高龄的人士,是否值得放弃自己的高薪工作, 去寻求一份符合自己兴趣的职位? 你觉得这是不值得? 首先我觉得不一定是值得或者不值得。 在这两条路中间可能还有一条路。 这条路叫做两条路的差别。 比如说你是已经不喜欢产品经理了。 你想要有激情。 你可以选择把你的经验给更多需要产品经理经验的人导师。 他现在跳出来他原有的这个工作的范围, 去寻找一份他自己喜欢的工作, 或者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向。 这根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总是看着给别人做贡献。 那自己不幸福,自己不喜欢, 怎么可能给别人做贡献呢? 我特别的佩服你的勇气。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有很坚定的想法, 既然产品经理这条路你已经不想再走了, 市场这个方向也未必一定适合你。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勇敢地迈出这一步。 好,第一轮选择是后的。 天生朋友才。 啥才? 要不展现我沉静的一面, 我清唱一下歌行吗? 淑女一点。 对对,特别淑女。 对。 旧儿。 旧儿。 身边的那片田野啊, 手边的刀花儿香, 高粮手来红漫天。 旧儿我送你去远方。 谢谢。 谢谢。 你要是每天都这么正常多好。 对吧? 咱就保持刚才旧儿的这个感觉好不好? 好的。 我们觉得他通过那个歌声真正的走入了那个人物。 其实我们才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有情感的人。 他只是想通过外表的那种疯疯癫癫来掩饰内心的一些动作。 我看你在一信工作过, 在那边做产品经理是做哪一段的工作呢? 那一段我是做给代理人, 就是放款的那些业务员做了一款APP。 姑娘,你过去做产品经理, 主要做哪个领域, 或者哪条产品线的产品经理? 我主要是做那个旅游产业。 那你为什么认为你适合做传媒啊, 做投动策划? 为什么? 就是觉得这个性格可能会比较外放一些。 能力素质模型上去做过对比判断吗? 就是主要做产品经理, 其实他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工作。 我相信我是可以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